好 上温我们来剪接一下台式测药权的一个安装和操作 收到仪器以后呢 我们先对仪器的一个挂扎跟手柄安装 它这里有机配的两个螺丝是上在机器里面的 把它拧下来 然后这个挂扎那两个孔对准两个螺丝孔位 把螺丝拧进去 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两边手柄都是一样的 挂扎对准 这个平的 平一点的挂扎 就是两部手柄的挂扎 就是放在左边的 深一点的挂扎 它就是做身体的挂扎 放在右边的 装好了挂扎手柄之后呢 我们对机器进行一个扎水 扎水的话 先用这个扎水漏斗连接到这个扎水孔这里 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一个排气孔打开 打开这个排气孔 不是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是排水孔 打开上面这个的话 它会一边扎 继续一边流出来 然后连接漏斗之后 从这个漏斗扎水 一直扎水 扎到这个上面这个排气孔有水流出来 就代表满了 再过来 大瓶的 矿泉水 嗯 少块二左右就可以加满 扎满之后 把这个漏斗扎上来 然后就可以通电开机了 连接电源线 按这个总开发按铃 开关的话 是这一个键 右下角这个 长按 长按三秒钟 它就开机了 再讲一下这个界面的一个功能 左下角 R1的话 它是做身体的一个手柄 R2的话 是做脸部的 身体这个手柄的话 它的功能是 溶脂啊 减肥 脸部的这个手柄的话 就是抗摔啊 紧致皮肤啊 然后选择一个 先选择 R1的一个手柄 点进去 这三个功能的话 我们用的话 是用第一个功能 后面是两个 两个是产 产加设计系统的一个功能 我们不用管它 就点这个 点进去之后 就进入 进入到一个操作的一个界面 然后 这里是调能量的 我们能量 适时起调 然后 温度的话 我们 上一条的话 可以选择二十 或者三十 天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关掉 或者说选择三十也行 然后 按开始 操作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副极贴给装上手柄上面 装到手柄上面 手柄 每个 每个手柄 它两个手柄 它都有这个装副极贴的一个位置的 不分正负 直接插到上面就可以的 然后操作的时候 我们要的操作 腹部的话 要把副极贴贴到背部 再捡减一点 如果 弹上来这个副极贴 不便宜的话 我们可以拿一些毛巾 或者枕头垫一下 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先在肚子上 头上淋胶 然后用这个操作头 把凝胶打均匀 然后手柄 要贴着皮肤 再按开始 正面这里要点准备 按了一下开始 它就会自己去操作了 不用一直按那个按键 腹部油脂的话 我们在一个部位 待会转转 一个部位4分钟这样 操作个 几十秒可以随便一下 客户有没有热量能不能承受 有热量承受 可以再高一点吗 可以 客户说可以再高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能力调高 直接拧这个 就可以调高了 最好是激素是5的一个激素去调高 男孩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能量继续调高一点 能量越高 那个效果越好 这一个部位也是操作4分钟这样 整个动肚子要操作完的话大概操作一个小时 操作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对操作头进行一个清理 清理个人进去之后拿一些酒精 喷一喷一喷一刹 做一个消毒 好 我们下面来讲解一下那个 面部的一个探头 退出到主界面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R2 然后进入界面 这些部位呢 随便选择一个部位就可以了 因为它都是同一个操作头去操作的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能量 我们的话 面部手柄它是没有智能的 它基础能量也是从30起调 然后这里是一个占空比 占空比的话就是30能量的百分之60 我们把它调到80%的话 就是30热量的话百分之30 其实它没有达到30度 尽量不要调到百分之百 这个占空比 那点准备 同样的 我们腹肌贴也是 装在这个手柄上面 腹肌贴做两部的话 我们可以把腹肌贴 贴在这个后背 或者手手臂这里 然后在脸上涂上凝胶之后呢 就可以操作了 要操作哪个部位就从哪个部位的凝胶 然后按手柄 按着它操作 也是来回打穿 操作个十来秒就问客户有没有热量能不能承受 有热量 热量是越高越好的 一个部位超这个四分钟 沙巴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避开后节这样 上沙挪动 同样的 这个 两部这里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法令纹要深一点的话 我们注重 注重这个法令纹左右难度 也是四分钟这样 三到四分钟这样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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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